嗨,大家好,我是律師李 這邊我要介紹跟紀錄在台灣的國民泡麵 那這邊介紹的是台九特選川納水煮牛肉麵 那說起這個泡麵,它是今年2023年的時候上市的 所以也算是一個非常新的產品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泡麵碗蓋上面 這個料理參考圖片看起來配料相當的豐富 那這邊的話呢,有非常大塊的牛肉塊 然後它的這個麵條呢,看起來是泡麵的麵條 那再加上後面這個湯頭,看起來非常有這種川辣紅燒這種湯頭的顏色 所以整碗泡麵看起來其實相當的美味 這邊還有著名,它內附的是紅標的純米料理米酒 那這一次這個泡麵是由台九他們自己公司自己製作的 那不像之前呢,它都是委託給這個維力食品工業公司製作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側邊 那側邊這邊一樣是它的一個相關的標題 還有料理參考圖片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呢,有它的一個相關品名 還有它的一個內容物 那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蠻多的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它的一個相關的這個文字的介紹 好,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 那這個有它的一個營養標示的部分 那它的納含量呢,是2898毫克 所以這個泡麵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吃完這個一樣要多喝一點水 那你可以看到這次國內負責的廠商 然後呢,就變成台灣飲酒公司他們自己的台中酒廠所製作的 好,那這它的一張八扣條碼等等 好,這是泡麵的側邊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後面一樣是有效日期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直接把這個泡麵打開 好,那接下來我們直接把這個泡麵打開 好,看一下裡面有哪些東西 好,打開之後呢,可以看到有一個料理包 好,這個食物的這個料理包 好,然後這邊 好,那可以看到這邊有它的一個調味油包 然後還有這個調味粉包 然後還有這個調味粉包 然後還有台酒的這個料理米酒 然後這是它的麵條 麵條看起來也是像那個細的麵條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這些東西呢 依序把它放進去 好,我們先來放這個調味粉包的部分 好,那還有看到辣椒片喔 非常大的辣椒片 好,再來就是佐料包 好,那佐料包我們也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把米酒齁就先放進去 因為有的人說米酒最後放會比較 味道比較好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全部都把它丟進去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齁,食物料理包 好,上面也有它的一個有效日期 好,那我們把它倒進去 那可以看到好肉塊也是不少 剛才也至少掉出兩大塊肉塊 然後其他就是它的相關的 這個薑汁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沖泡一下熱水 那我們已經沖泡好熱水了 那我們蓋上網蓋 那我們等待三分鐘沖泡時間 好,那經過三分鐘沖泡時間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把網蓋掀開來看一下 我們的沖泡結果 好,可以看到呢 它麵體上面基本上都已經沖泡完成了 好,可以看到它的麵上面的配料都已經沖泡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的相關的這些內容物 那上面這邊有放了一塊剛才的這個肉塊部分 那有另外一塊肉塊應該是掉到下面去了 我們來把肉塊先把它撈出來看看 好,可以看到它這邊下面還有一塊肉塊 我們把它挑出來 好,那主要肉塊應該就是這兩塊 那其他這個小肉塊應該就在這個下方 好,這邊還可以看到有這個辣椒 好,那我們把這個麵稍微攪拌一下 好,可以看到它這個麵呢 看起來就跟之前台九 他們所賣的這些相關的泡麵 麵條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川辣水煮牛肉麵 它採用的是,看起來是紅燒這種湯頭 所以它的這個湯的顏色跟它的麵呢 那混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 其實還蠻美味的 好,那上面還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青蔥、蔬菜等等 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碗麵呢 光湯頭跟麵合起來 我就覺得視覺上 看起來就有很好吃的感覺 好,那這個是麵條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麵量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要吃飽的話基本上也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聞起來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的香 那其實沒有非常濃厚的川味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的這個紅燒 跟它的一個川味和辣椒是混合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對於如果完全川味有排斥的朋友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接受這種 它這種紅燒跟川味合在一起這樣那個味道 好,那我們剛才有夾了一塊肉 應該是剛才我們夾到的這個 好,那是麵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湯頭的部分 好,可以看到好,這是它的湯頭 OK,那我覺得 看起來這個湯頭 非常的有紅燒的那種 紅潤的感覺 好,所以可以看一下好這個麵 好,那至於吃起來的味道呢 我覺得它的這個麵呢 它的一個川味 跟它的花椒味非常的重 那我覺得它這個 不會有那種令人很排斥 強烈的那種花椒那種感覺 它的這花椒味其實 跟它的湯頭跟麵體 我覺得非常的搭 好,那對於這一碗泡麵的記憶點呢 我覺得 它的這個整個花椒的這種主軸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非常不錯 好,那我覺得它這是一碗很好吃的泡麵 那至於肉塊部分 我也覺得吃起來很好吃 那有滿滿的這樣一個 穿辣花椒的這種醬汁的感覺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碗泡麵呢 算是一碗非常成功的泡麵之一 那相信這個應該以後會賣得還不錯 好,那這個泡麵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就為大家介紹 這個台九的2023年新產品 穿味水煮牛肉麵到這邊 那我是衛士利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